不会接受 那么俄乌冲突最大的赢家到底是谁呢 观众朋友玩意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前少 最近几日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俄乌冲突的表态引发了外界关注 他给出了两种预测 一种是俄方特别军事行动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 乌克兰明确承认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果 而另外一种可能这是乌克兰发生军事政变 然后承认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果 第一种可能自然是俄军有实力把乌克兰打服 但从目前的情况看 俄军的实力还真没有那么强大 第二种是乌克兰内部自己发生了政变 从而改变整个的战略态势 而此种情况在目前乌克兰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 发生的可能性也不大 那么为什么说乌克兰政府无法接受 梅德韦杰夫所提到的这两种结果呢 因为俄斯把肢解乌克兰当成了主要任务 也就是让顿巴斯地区的两个共和国独立 要求基辅承认克里米亚的主权归属俄罗斯 对俄斯来说 这是对普京发起这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一个交代 毕竟已经有大量俄军付出了生命 而且俄斯这个国家还遭受到了西方制裁 而且遭受西方制裁后 俄罗斯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也非常严重 而对于乌克兰说 这个结果就是上权辱国 如果泽连斯基接受了这个结果 那么其执政的基础将不复存在 如果目前西方国家接受了这个结果 等于在地缘政治的较量中 向俄罗斯认出 所以单就西方 乌克兰以俄罗斯对抗的角度来看 梅德韦杰夫所说的这两种条件 都是很难通过和平谈判达成的 只有通过长期的敖战 打到一方服软为止 如果俄罗斯非要乌克兰接受这个结果 光靠目前的军事行动 其力度还很难达到目标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普京下令 征兵13.7万 由此证明 俄罗斯开始正是俄乌冲突的短板 那就是俄军的兵力不足 而另一方面 乌克兰其实也在为长期的消耗战 做准备 而俄军很可能会在冬季到来之前 加大破坏乌军能源供应线的作战 双方的战事 如果不能够在今年的冬天结束 那么就很可能会再打上几年 这对全球战略格级的冲击将是长期的 现在的问题是 谁将是这场长期冲突的最后赢家呢 肯定不是欧洲 因为欧洲将直接面对能源危机 而且他们对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俄斯和乌克兰这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 也不可能是最终的赢家 而获利哲很有可能是美国 因为美国正在利用这场危机 推动反全球化的战略 而中国正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由于俄罗斯军队未能展示强势 美国的对华战略打压也不会停止 甚至会把更多的军事资源放在亚太地区 以对付中国 不排除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继续玩火 俄斯目前在俄乌冲突中还保持着较大的优势 但他也不会成为赢家 因为俄军在战场上的损失 再加上因为西方国家的制裁 所导致了经济发展困境 以及失去欧洲能源市场所带来的损失 这些都会对俄罗斯今后的发展带来不利的结果 虽然美国也会在这场冲突中遭到消耗 但是对乌克兰援助的几百亿美元 相对于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收益而言 仍然是毛毛雨 只要俄乌冲突不停止 美国将长期控制欧洲的安全事务 对维持美国霸权而言是有利的 总体来看 俄罗斯想通过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打击美国的全球霸权 如果不能通过军事行动 获得绝对优势 又让战争长期化 最终就会变成美国利用欧洲力量 保持霸权的助手 欧洲被美国拿捏 就会在意识形态 科技竞争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下手 对华战略打压可能会更加疯狂 俄斯想实现梅德韦杰夫的目标 恐怕还得玩一把大的 什么时候能看到俄军再次进攻击辅 或者是在战场上发动战役级别的装甲冲锋 和大范围的穿插 也许才有可能让泽连斯基认清现实 战场上打不服乌克兰军队 就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得到好结果 这场战事将走向何方 它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有多大 还需要我们密集